好 我们接着来讲下面一个偏序关系 那偏序关系也是集合X上面的一个关系 那么这关系是有X跟另外一个符号 所以等于号组成的 那么什么叫偏序呢 偏序有三个条件 跟等价关系一样有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跟等价关系条件很相像 只差了一点 好 我们先来看 第一点是自反性 这跟等价关系是一样的 就是说每个元素X应该小于等于自己本身 第二是反对称性 这跟等价关系多了一个反子 什么叫反对称性呢 反对称性就是说如果X是小于等于Y 并且Y也是小于等于X的话 那么X跟Y其实同一个元素 主要如果小于等于并且大于等于的话 其实它就其实是等于 第三个就传递性 这个等价关系也是一样的 所以X小于等于Y 且Y小于等于Z的话 那么X就小于等于Z 好 那么偏序关系下面还有几个不同的 一些更细分的一些偏序关系 我们偏序关系应该怎么想象呢 那偏序关系我们可以这么想象 那一个集合 所以偏序关系给出一个 差不多像一个树状的一个 因为偏序关系并不要求 X里面的元素两两之间可以相比 所以有些元素 譬如说这个元素跟这边的元素 就可能不能相比较 这就偏序关系 就像一个树状的 那常见的偏序关系有哪些呢 就是譬如说我们有个集合X 我们可以取它的密集 就所有这个集合的子集所构成的集合 那么这个密集跟包含关系 就组成了一个偏序集合 这包含关系明显是一个偏序 就是有些子集他们是既A 并不包含在B里面 B也不包含在A里面 那他们就有这个偏序关系这样的一个 一个关系在里面 那偏序关系里面有一种 叫做全序关系 那什么叫全序关系呢 全序关系就是多了一个条件 就是三分性 就是说我们可以 对于X里面的元素 我们都可以作为比较 就是说对于所有的 X Y 在X里面 要么 X小于Y 要么X小于Y 要么X等于Y 要么X大于Y 那么什么是小于号呢 我们就写 X小于Y 当且仅当 X小于等于Y 但 X不等于Y 就小于等于 但并不等于 我们就说小于 就说这三个里面 尤其仅有一个成立 就三分性 那么 就其实 说白了 就X里面 任何两个元素 都可以做比较 所以这个 关系 也就是线性的 像一个直线一样 就是 上面的元素 比下面的元素大 那么 所以 我们可以把全序关系 也叫做线性关系 线性 线性序 关系 其实一个是 是一个线性的序 那么 线性的序里面 还有一个 叫量序 量序关系 就比全序关系 再多一个条件 那它条件什么呢 它的条件是 量序性 所以说 它里面 对于所有 A 是X里面的子机 A非空 对于所有非空的子机 我们都存在 最小的元素 就任何非空子机里面 都有一个最小的元素 那我们怎么想象 量序关系 首先 整一个X 有一个最小的元素 然后比这个元素 大一点 有一个元素 再有一个元素 再一个元素 再一个元素 可以一直上去 就你可以看出 这样如果是这样的 分开一个一个点的话 那么我们这里面 认取一个机构 我们只要看它 最下面那一点 就是它的一个最小的元素 这叫连续关系 量序关系 那么他们 我来再给一些例子 全序关系有哪些例子呢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 时数 跟我们平时的小于等于 是一个全序关系 我们任何两个时数 都可以比较它们的大小 还有 比如说 整数 我们可以 任何两个整数 可以比较它们的大小 但注意这两个例子 都并不是量序关系 为什么 因为譬如说 我们所有的负数 就没有一个最小的元素 负数是它里面 一个非空子机 但这个子机里面 没有最小的元素 所以它是一个全序关系 但并不是一个量序关系 量序关系 我们最常见的一个 例子就是自然数 跟小于等于 自然数 自然数里面任何一个 非空子机 都会有一个最小的元素 因为譬如说 12345 1就是最小的元素 你任何一个非空子机 都有一个最小的元素 所以自然数 是一个量序关系 我们下面接着来讲映射 什么映射就是 两个集合 从X到Y的一个对应 对于所有 在X里面的元素X 我们有唯一的 Y 在Y里面 以至对应 那么这个Y呢 我们也可以写成 FX 这是一个 那么这个符号 这个倒过来的1呢 就是存在的意思 就存在 唯一的Y 以至相对应 那映射 我们有下面 一些常见的 的映射 首先 我们有 所谓的长映射 给一个集合X 我们可以 总可以把整一个集合X 都扔到 一个单元素集里面 这个集合 就只有一个元素信号 就只有一个元素 所组成的集合 我们把所有的元素 都印到这个元素上面 这叫一个长映射 我们也有 横等映射 就是 给出一个集合X 总可以把X 印到它自己本身 把每一个元素 都印到 这个元素自己本身 上面 好我们 注意啊 这个符号 我们一般把 用一个符号表示映射 比如说F 那这个叫 定义域 这个叫直域 然后 这样一个 一个箭头直过去 就是从X到Y 的一个映射 然后我们 如果在元素之间呢 我们又 加一个小数线 在这里 表示这个元素 被印到这个元素上面 这是元素之间 用一个小数线的箭头 集合之间 就直接用一个箭头来表示 好 这横等映射 然后第三个呢 我们还有一些 包含映射 比如说如果A 是X的一个子集的话 那么可以 把A 印到X里面 把每一个元素A 印到它自己本身 那么A 子集就可以进去 整一个集合里面 有一个包含映射 那么语气相对应 有一个 投影映射 就是譬如说 我们有一个X 集合X 跟一个等价关系在上面 我们可以 构造它的商级 那么从 X 到它的商级 有一个 投影映射 把每一个元素X 映射到 X所属于的 那个等价类上面 注意商级里面的元素 就是一个等价类 就把每个元素X 印到它所属的 那个等价类上面 是一个投影映射 那么还有一些 其他的 比较自然一点的构造 譬如说我们有 两个集合X 跟Y 那我们自然而然的 有两个 投影映射 分别进入X 跟进入Y 就把 我们一对元素XY X都号Y 这一个映射 把它印到 第一个坐标上 X上 这个 这边把它印到 第二个坐标Y上 我们就讲 这两个 投影映射 那么可以把这个 推广一下 我们可以在 一个 一个用指标级 来定义的 G上面 把它认到 把它 映射到 第二个坐标上 把每 把一个 竖对 印到 它的 R一个坐标的 那个 对应的元素上面 我们接着讲 下一个部分 那下一个部分是 映射的一些分类 映射的一些类别 我们 譬如说 我们有所谓的 单摄 那么 从X到Y 什么时候是单摄呢 就当 FX等于FY 能够推出 X等于Y的时候 我们叫它是单摄 就是说 我们有 G有X 有G有Y 那么 不同的X的元素 都印到了 不同的Y的元素上面 这个叫单摄 那么 我们还有 满摄 满摄 就是 对所有 Y里面的元素 我们都存在 X 使得 FX等于Y 就是说 Y里面 每一个元素 都被 X里面的 某一个元素 印到了 这叫满摄 看吧 那还有一个叫双摄 双摄就是 单摄跟满摄 既是单摄 又是满摄 这叫双摄 那么 两个集合 如果存在双摄的话呢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两个集合 每一个 X 集合X上面的元素 都印到 不同的元素上面 并且Y里面 不同的元素 每个元素 都被印到的话 那么其实X跟Y 就存在一个 一一对应的关系 所以双摄 我们也经常把它 称为一一对应 单摄加码摄 或者一一对应 好 那么 对于 有些 注意啊 有些硬摄 它可能 既不是单摄 也不是满摄 也不是双摄 什么都不是 这当然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 只是一些 常见的一些类别 但并不是每一个 硬摄都必须 要么是单摄 要么满摄 这不对 好 那么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在这种分类法里面 双摄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就是说两个集合里面存在双摄 那么它们有一对应 我们经常要证明某些硬摄 是双摄 那么证明一个某些硬摄是双摄的话 我们当然是可以 是吧 既证明它是单摄 也证明它是满摄 那么它就是双摄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一种比较 没有这么显然的方法 就是用我们有名的康托尔伯恩斯坦 斯洛德定理 康托尔伯恩斯坦 斯洛德定理 这定理说什么呢 这定理说 如果集合X跟Y 我们有一个单摄从X进Y 我们有个 另外一个单摄从Y回来X 这两个并不一定是互逆 但它们都是单摄的话 那我们 那么 X跟Y 存在一个双摄 存在一个一对应 我在这里就不对这个命题进行证明 我们在之前去年的那个集合论里面证过这一个一个命题 注意这个一一对应我们是存在 但它的构造是依赖于这两个F跟G 但它构造是比是没有这么显然了 它不是直接因为F跟G不一定是互逆 好 那么我们说到互逆 互逆对一个印射从F 一个双摄从X到Y 我们就当然有一个 叫F的逆 就从Y到X 我们这条这是叫逆 就使得你从X出发 给它一个元素 F把它印到Y上面 然后再从它的逆印回X 就得到得回原来元素 然后反之我们先从Y出发 用它的逆印到X 再把它印回Y里面 这时候它又得到原来的Y 这叫一个逆印射 给出一个F 从X到Y的印射 我们可以构造一个拉回 注意这个拉回这个符号 跟逆印射的符号是一样 但它们并不是 同一个东西因为我们没有 假设F是双摄 所以不存在一个所谓的逆印射 那么这个符号我们就用来 既从Y的密集 到X的密集上的一个印射 我们把Y的子集 B印到 这个集合里面 FX在B里面 就把所有印到B 从X印到B的 那个元素选出来 组成了集合 这叫一个拉回 我们也把它这个计为 F D B 那么拉回有一些 非常好的一些性质 譬如说 我们 拉回一个并集 那么这个 拉回就等于 分别把 两个集合拉回 再并起来 我如果拉回一个交集 我们可以分别 把这两个集合拉回 再相交 甚至 如果我们拉回一个补集 就 Y里面子集 B的补集 我们拉回一个补集 那么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集合拉回 再取它的补集 也非常良好的性质 非常良好的性质 那么相对拉回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构造 叫推出 但推出跟 推出没有拉回那么好的一些 一些自然的性质 我们等会看见 那么推出怎么定义 推出就是 我们用回同一个符号F F是从 X的密集到Y的密集的一个映射 把X里面子集A 印到 A里面的元素 所到达的目的地 所组成的集合 叫推出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计为 那么推出 我们知道推出一些性质是 如果 我们推出一个并集 那么这个并集的推出是等于 我们分别把这两个集合推出 再向并 但是 如果我们推出一个交集 是不是等于 两个集合分别推出 再相交呢 但这个不是等号 这只是子集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是没有上面这么好的一个 一个性质 两个集合的交集 推出之后 只是一个 他们分别推出之后 相交的一个子集 那更惨的是 如果你取一个补集 把它推出的话 我们甚至不能跟这边 推出再补集相比较 因为有时候 它可能是 这个是这个的子集 有时候这个是这个子集 或者他们 互相之间 都没有任何的关系 好 接下来我们讲 最后一点 定义良好 那什么时候 我们需要 知道一个映射是否定义良好呢 就是 就是当一个映射 是从一个商级出来的时候 那么从一个商级出来的映射 我们经常定义它的时候 会用到一个代表员 来定义这个映射 那问题是 如果我们换一个代表员 我们是否得到同样的答案呢 如果我们能得到一个同样的答案 我们就说这个映射是定义良好的 如果我们得不到同样的答案 那么这个映射就 根本不是一个映射 所以当当你从一个商级到Y的时候 我们必须 先检验 定义良好 就是说 如果 X跟Y是等价的话 是否 FX是等于FY 我们要做这样一个比较 就 当然如果你的你的商 你的映射 在商级上的映射 并不是靠代表员来定义的话 那么就不需要检验这个定义良好 但其实大多数时候 都需要通过一个代表员的选取 来定义一个商级上的映射 我们就得检验这样一个 定义良好的性质